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潮民頻道 Satino 郭靖彤在這裡 大眼在這裡 今天我們就要說 隨著張敬軒演唱會上有一個中招者之後 就有很多人發掘一下 究竟這個張敬軒演唱會裡面發生了什麼事 在這些資料搜查一下的時候 就發現其中一場張敬軒演唱會裡面的嘉賓 也就是黎明 他竟然就高喊過齊上齊落的口號 就擺明露出黃人的真面目 不用抵賴 那關於這件事的詳情 我們稍後回來看看 接下來我們又想說說這個黃人地下化的問題 因為近日有媒體找到一些黃人 他們怎麼來轉這個黃人地下化 就為透過一些網上的收費平台來發放他們的資訊 而且這些資訊還跟一些坐牢的大黃人有關 而這些正在坐牢的大黃人 像智峰和戴妖一樣 雖然正在坐牢 但是他們竟然可以透過輸信來控制這些網上平台的運作 甚至還可以賺錢 究竟事情是怎樣呢 我們稍後一起來看看 再之後就是一些病情的更新 現在就發現到國泰空姐的母親群組裡面 原來香港的主要病來源都是來自這個群組 原因就很簡單 因為這個群組裡面的人 原來大部分人都沒有打苗 還有就是在這個病情 散到全香港都是的時間 就竟然在這個世界上發現了一個最新的變形 這個變形就竟然是D仔加O仔 而且還有一件很大件事發生 就是竟然有人拍到 身為第五波病情的主要負責人國泰 旗下的機師在今時今日的訓練裡面 就為了拍照而不戴罩 這件事都可以說到知道的人都非常生氣 關於所有的事情我們稍後回來說說 再之後就為大家報道哈薩克的平暖已經到了尾聲 有成千上萬的狂徒被人抓了 有很多還要判終身 而且他們也無法抵賴 很多人根本是外國人 哈薩克語都不會說 也都私場大量的工具和真炮 前總理馬西莫夫也被人抓了 說他私通外敵 引外敵入侵 現在最後一步就是要找出究竟這些組織是來自哪一犯人 哪個國家去拆動他們做事 相信在前蘇式的敲問底下他們一定無所遁形 而且藉著這個新聞也想帶出另一個新聞 就是香港剛剛接了立場新聞 在英國分社原來和外國的媒體和搞事基金組織 搞事智庫戰略研究組織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就是想告訴大家 所有這些西方的動亂戰略背後都是有組織有預謀 而且是軍事行動 大家千萬不要再幻想和民生、政見、理性討論就可以擺平的一件事 現在這些民鬥戰略以意識形態滲透 中國、策動、國家內亂已經是最主流的戰士 而在西方成千上萬的組織和專家生存唯一目的就是針對中國的背後 到底我們中國、我們香港有沒有應對的措施 有沒有應對的力量 稍後跟大家慢慢分析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新潮民頻道、新潮民2.0頻道和我們的Facebook專頁 現在就來講一下黎明原來又露出黃人的本性 事源就是這樣的 早在1月3日這個張敬軒演唱會上 由於有一名國太空者母親群組裡面的中招者 原來就曾經出現在這個張敬軒演唱會上作為觀眾 所以整件事就令大眾注意到究竟張敬軒演唱會上發生了什麼事 因此新潮民就追查一下究竟張敬軒演唱會上發生了什麼事 竟然發現原來黎明有做到這個張敬軒演唱會的嘉賓 黎明做嘉賓的那一天就不是當日這個中招者所出現的1月3日 但是就被新潮民發現到黎明又有作品 黎明所出現的場次就位於張敬軒演唱會的第八場 這個日子剛好就是元旦日1月1日下午3時 當時黎明出現的時間就令到全場空洞 由於黎明在黃人界都有份量 所以難怪有這樣的掌聲受到這樣的歡迎 再加上他自己本身名氣非常高 這些事情都不難怪 黎明當日做了什麼呢 首先一劈頭他又唱了一首眼睛上旅行 就寓意到病情快點完結 希望大家都有旅行去這樣說 聽起來就很正常 都沒什麼 沒錯 唱這首歌本身就沒什麼問題 雖則杜狗杜汶澤都唱過這首歌 不過就算是這樣 都沒有證據證明黎明就是黃人 我們評論很公道 沒有明顯的證據就絕對不會誣你 因為誣你也沒有意思 我們本身和黎明都不認識 就更加不要說他認識我們 但是以下下來的舉動我相信就打風也打不掉 唱完這首眼睛上旅行之後 黎明就發揮他所謂的金巨王本色 好聽點就叫金巨王 不好聽點叫他做口炒王也可以 這些東西全部都是一線之差 其實他都知道自己是柴隱界的 一開始黎明就對著張敬軒說 為什麼你要請我做嘉賓 張敬軒就說因為很欣賞黎天王 然後黎明就說 那也就是證明了一件事情 男人就不一定喜歡女人 就像他們兩個一樣 張敬軒作為一個男人 都可以喜歡黎明這個男人 所以他就請我來做嘉賓 這句說話代表了什麼呢 很明顯黎明就是想宣傳到那些同性跨性的主意 因為人都知道張敬軒就是喜歡男人的 所以就要大肆宣揚 接下來的對話本身也沒什麼問題 正正常常 而就在黎明和觀眾道別的那一刻 黎明彷彿意猶未盡 當兩名歌手踏進這個演唱會的升降台的時間 原本就想著他們兩個就會退場準備下一刻 但就在升降台準備降落的時間 黎明就立刻爆出一句 我現在走了祝大家齊上齊下 這樣的時間當堂全場洪館的人都鎮臂高呼 也成為了整個演唱會我們俗稱為彩蛋的物體 其實黎天王之前也有前科 這件事我們也曾經報導過 當時我們新潮民在去年的7月19日報道過這件事 而那時候黎明在舉行一個演唱會 不過就是他自己的個人演唱會 就不是做嘉賓的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黎明當時就在演唱會鋪排了一句說話 這句說話就是 萬一怪獸打不完 你會不會陪我留在地球 而根據那些黃人的解讀 就說到 黎明這句說話就是寓意著 怪獸的角色就是我們的執政黨 又或者是中央政府或者特區政府 而你會不會陪我留在地球 就是寓意著黎明想向那些黃人發出一個訊號 究竟在這個狀態下 他們的黃人還會不會留在香港的意思 由於這句說話都比較暗語 所以出來揭發這樣解讀的話 那些黃人隨時都可以回頭說你太過敏感 太過老鬱了 由於當時黎明的這個演唱會 就請來了一百毛這個大王台的老闆來做嘉賓 他就叫林逸禧 現在林逸禧這個人已經懼怕了國安法 把自己手上的一百毛持股已經賣出去 還聽聞已經計劃著草著 當時黎明請到這個林逸禧大王人 明明他根本不是一個演藝界或者歌手的人物 為什麼又要特意請他呢 沒有他的就是因為之前黎明和林逸禧都走得很近 還一起拍過廣告 由於林逸禧在黃人界是非常受歡迎 他的一百毛大王台深得黃絲的歡心 所以根據推測黎明都是想借著林逸禧的名氣 大家一起拍跳來取得黃人的歡心 而身為上市公司的一百毛 之前最出名的作品就是派出其中一名主持 在觀塘噴水池當中用蕃茄洗澡 還捉了一些小蚊一起入鏡 相信這件事大家都記得了 而黎明當時就和林逸禧拖著手來高歌一曲 就表明到他兩位就是大叔的愛 其實之所以黎明有這樣的想法 根據一些評論就說到黎明深知道 在這個香港娛樂界市場裡面 黃人是佔著主導的 如果要在香港的娛樂界做得出色的話 巴結黃人就是唯一的途徑 因此深深明白這個道理的他 就會時不時都會洩出一些黃的信息 來討好這幫黃人 當然他就不會像杜汶澤、黃秋生那樣 擺明去反政府 因為作為商人的他心之道 這樣做只會犯法 換來走路的後果 他當然沒那麼蠢 所以在黃人界裡面就像我上面那幅圖 這個叫做香港人加油的專頁裡面 都是我當日黎明的這句名言 下面就寫著這句說話 你明白就明白 不明白就黎明 我相信在當時就不是說有絕對的證據證明 黎明是一個暗黃的人 但是加上我剛才說到 他在1月1日大聲喊齊上齊下 我相信新潮民都應該沒有誣錯他了 因此我們在這裡就可以下一個定論 黎明在香港的時間 就會以黃人的角色出現 而至於很多觀眾朋友都會說到黎明有在內地活動 那又怎麼算呢 他好像在內地也做了很多好事 會不會是搞錯 其實黎明他也很聰明 他回到內地的時間 當然不敢說這些說話 他自己都心知肚明 所以他在內地的時間就用另一個樣子出現 回到香港就以討好黃人的身份出現 而由於內地主流的社交媒體和香港主流的社交媒體是不同的 所以黎明也可能覺得 我在香港的樣子內地應該不會報導 反正兩地之間都有一個資訊的差異 應該沒事的 所以就說到黎明是否這麼黃呢 可能心底裡也未必 他純粹只是想做生意 就兩頭擺 因此就用著這些閃閃縮縮的方法 來將自己的利益極大化 這個就是他的手段 事實也證明了 有時候世事的事情都很鬼推神龍 若然不是有一個中招者在張敬軒的演唱會出現 其實哪有人走去關心他的演唱會發生什麼事 剛巧找找資料的時間 就竟然發現黎明說了這句話 所以今天新潮民踢爆黎明 都是命中注定的 然後我們就要說說這個黃人地下化的問題 而且這個黃人地下化的問題 最近產生了變化 就好像D型O型 而最新的黃人地下化 就已經滲透了進去監倉裡面 最近就有媒體揭露了 有幾個因為涉嫌觸犯這個港區國安法 就遭受到判刑或者還押的大黃人 就透過網上的付費平台Patreon來賺錢 照計在裡面坐著就很難透過網絡賺錢 不過這些黃人他們透過一個途徑 就是坐牢有權利寫信到外面 通常這些信都會給親友 去了解他們裡面的生活 去關心他們 不過這些黃人似乎都涉嫌濫用這些信件 其中有哪幾個呢 就是最近有報章的記者發現 在Patreon上面就出現了有幾個新的用戶 這幾個新的用戶也有一個特點 就是他們在19年的時候也曾經搞過事 其中有一個也挺有名的 就是前香港民族陣線的成員 盧逸生 這個盧逸生被人判了12年 因為他涉嫌管有一些爆品 而網上的收費頻道就是屬於盧逸生的 那個賬戶的管理員也聲稱獲得盧逸生授權開設 而當中的內容就是透過盧逸生在獄中寫的信 傳出來之後他就放上這個收費頻道 去給人觀賞 其實這種黃人地下化方式 都不是盧逸生所首創的 而大名鼎鼎的漢奸黃之鋒 還有戴妖戴耀廷 他們已經一早開始了這些Patreon的頻道 雖然他們自己就坐牢 但是時不時還會有更新 而這種在獄中寄出私人信件 再由親友透過網上平台 來給網民閱讀的這種模式 就有涉嫌違規 因為他們當中的文章 有很多都還在鼓吹搞事 以前鼓吹搞事通常都是給別人錢去搞的 現在有了這種收費頻道的模式之後 我看到有件事轉變了 就是接下來可能搞事是要付錢的大漢奸 為什麼這麼有趣呢 首先我們來看看黃之鋒的Patreon頻道 黃之鋒的Patreon頻道 他分開四級收費 第一級是10元 第二級是50元 第三級是150元 去到最高級別是1000元一個月 這些收費都是以月計 每一級不同的收費 他們所享有的福利都不同 都是說給多些錢就是看多些東西 但是黃之鋒這個 最高級別的收費 有一樣東西就很賺貴 原來給1000元一個月黃之鋒的收費頻道 你可以享受到福利裡面 其中一項就是可以一對一跟黃之鋒視像交流 這個福利連黃之鋒的父母也沒有 因為黃之鋒是坐牢的 怎麼跟他視像交流 其實黃之鋒這些月費都收得挺狼死的 他最近一次在這個收費平台發文 就是1月1日元旦的時候 然後再對上一次就已經是10月了 即是去年的10月 距離最新的那篇文大概相差了三個月 我當你三個月發兩篇文 我們計算時間 三個月就放兩篇文 計算月費要看完這兩篇文 就要給三個月的月費 如果最高級別那個 就是1000元那個 平均要給1500元來看黃之鋒說一篇廢話 這樣也不是最有問題 最有問題是這樣的價格 仍然有很多人會覺得值得 因為他那些文是要收費才可以看到全部 所以我們就沒有辦法可以看到一些完整的內容 但是按進去他的頻道 我們都幾乎可以看到他發記每一篇文 都有一個讚好的數量 而那個讚好你是不訂閱 如果你想讚好黃之鋒的發文 你就一定要給他錢 多糟糕 但是這樣也無阻他有一些鐵文 有二百多個讚好的 我們當你二百多個都是最低消費的那些 即是10美元一個月的收費 那都是二千多美元一個月 大家說這些漢奸是不是很好賺 至於那個一對一的視像交流 就用來說 應該不會有黃人覺得會成真 唯一想到他在他最高級別的收費那裡 加這個東西下去 就是想等那些小黃人給了錢之後 若然想實現這個一對一的視像交流 那唯一的方法是什麼 就是去探望黃之鋒監 但是探監的權利 所以就不是每個人都有的 據聞現在在我們香港 若然坐牢的人士 他一個月就只可以有兩次被人探監的機會 如果真的有些很瘋狂的黃之鋒粉絲 真的想探望黃之鋒監的話 除了給這個最高黃的月費之外 就要額外地跟管理員去私自交流 到時這個一對一的視像交流可能就是天價 就等於跟巴菲特共進午餐一樣 不過薑也始終是老的了 我們又來看看戴妖戴耀廷 他跟黃之鋒一樣 他的收費級別都是分開四級的 最基本的級別都是十元起跳 戴妖就沒有資鋒那麼狼死 因為資鋒貪錢就貪得出面 戴妖貪錢就是一個耐心的收賣 第二級別就上到25元 第三個級別就50元 至於戴妖最貴的級別也只是100元 可能戴妖就覺得自己青春有限 就不可以跟年輕的漢奸爭一日之長短 所以就跟黃之鋒打價格戰 實行大便賣 不過透過這個便賣裡面的內容 可以享受到的福利裡面 就可以看到戴妖他的手段的確是高過之鋒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他最貴的級別裡面就有一項是VIP的福利 這個福利戴妖就說了 凡是訂閱這個最貴級別 即是100元月費的 就會有機會被邀請 去參加有關這個 重建香港法治的速度培訓 簡單來說 你如果想出來搞事 搞事又有培訓 只要你訂閱了戴妖這個頻道的 最高級別的費用 100元這個月費的計劃 有機會而已 不一定會邀請你的 不過若然邀請你的話 你就有資格去參與這個培訓 這個搞事的培訓 即是戴妖在他這個計劃裡面 不只是又吃還又吃 一來可以拿乾黃人的錢 二來培訓原理 又可以出來為他搞事所作用 他就躲在監倉背後 做囚有軍師 這樣的事真是規矩上得出 但是仲才是這樣 戴妖這個網上的付費頻道 都有不少人訂閱的 我們看回戴妖的上一篇貼文 就已經是2021年10月了 這篇貼文說了什麼呢 就真是精彩了 他只說了兩句話 就跟黃人說 若然想寫信給戴妖 信件又寄去馬鞍山的郵政信箱 那多少號的郵政信箱 我們新潮民就不在這裡透露了 因為一定不是423號和421號 那是不是之間的號碼 就大家自己想了 就這樣一句話 其實發了這個貼文之前 再對上一次發貼 戴妖就已經在2021年2月份的時候 相差了8個月才再次發貼 你說戴妖好沒有執子 寫了這句話 拖別人這麼多個月 就收足這麼多個月的月費 而且根據他的讚好數量來說 也有接近200個 所以這些大漢奸 就算他入了策 他自己也還有辦法去收錢 但不要想著 他們只是出來握錢這麼簡單 之前不是說的那個盧逸申 也是開了Patreon的頻道 由於這個盧逸申 就不像黃之鋒和戴妖 在黃人心目中是一個精神領袖的形象 所以他就會在黃人界別裡面做很多實事 黃人界別也有實事了 沒錯有的 就是真真正正做一些影響到我們香港安全的事情 那有什麼事情呢 這個外號叫做老湯的盧逸申 他們這些人利用Patreon的收錢頻道 去發放一些坐牢的危害香港人士的信息 當他知道了之後 他又再次在Patreon頻道發帖 就不斷罵了 發道文來罵那家報紙社 還說了很多諱語說自己不會害怕 又把焦點轉移到懲教署那裡 就說到他們這些信 是懲教署審核過才可以寄出來的 如果你要告你就告懲教署 其實看到這裡就真的想說一下 懲教署審核他們的信 我想一般的審核人員 只要他信件裡面不是一些直接 去威脅到國家安全的事情的話 一般都會讓他們寄出來 由此可見 香港政府是從來沒有打壓過他們這些人的言論自由 而他們的信件寫的文章有很多就不是直接這樣 說要推翻政府或者推翻政權 而是透過很多洗腦的說話 歪曲的事實 就有如之前讀過和立場做的事情一樣 但是就比他們更加過分 讓那些看他們文章的黃人 越看就可以越確定到他們心中搞事的那團火 就例如這個盧日生他去年11月的時候 曾經在他自己的頻道發過一篇文 就叫做不知什麼228什麼抗爭 那裡面的什麼內容我就不說了 但是他這篇文章是有涉嫌猜出人家繼續搞港獨的 而另外一篇比較近的就在2021年12月 他曾經出過一篇軍團與精神為題的文章 裡面就說到這個八國聯軍 那侵害我們中國的時候 就不只是仁義之私這麼簡單 還說到是受到人民的愛戴 整篇文章歪曲事實歪曲歷史 就去到令人發指的境界 所以別人的保障去揭發你們這些事情 是沒有錯的 就正等於我們新潮民一樣 看到你們這些黃人 繼續用這些手段去搞亂香港的時候 我們就有責任去揭發你們 現在由於這個Patreon的網站 它是一個美國的網站 我們香港政府也想不到這件事 也不可以阻止別人在Patreon發出一些貼文 而囚犯寫信方面 本身就已經賦予了你可以寫出來給親友的權利 不過若然這些打著你監禁者的旗號 例如之鋒、戴妖 這些煽動人搞事的文章 寫了出去的話 若然一旦鋪出來 責任也要追究 但是追究起責任的時候 那個負責幫黃之鋒全帝獄中信 出來公眾面前的那個人 就有可能也有份涉嫌犯這些事情 所以接下來我們新潮民有一個小小的建議 這些犯了國安法事情的危險人物 他們的信件是不是可以再收緊一點 沒有讓他們那麼容易寄出來 又或者用另一種方法去代替郵寄 例如說黃之鋒有封信 要寄出來給他媽媽 沒問題的你可以寫信給你媽媽 但是你媽媽要親身去到政府的部門那裡 去收取這封信 而且因為黃之鋒是一個涉嫌觸犯國安法的罪犯 你要確保這封信的說話內容 是不會再傷害我們香港 或者是再次鼓動別人出來搞事 如果不是收信那個就要負上一定的刑責 因為這群人早就已經說了 說他們會打監獄戰線 就算是他們坐牢 他仍然死心不惜 要出來搞亂香港 沒辦法了 你有張良介 我們有過場梯 來倒截這群人在獄中的這種行為 接著就要說說病情的最新更新 我相信這一段時間都成為了一個禮牌動作 香港昨天就新增33宗中招的個案 其中27宗就屬於輸入性 而其餘6宗就屬於本地中招 而本地中招裏面又有5宗跟之前播到周圍的群組是相關的 但是還有一宗他的源頭是不明的 這才是最危險 說回這個不明的個案 就來自於一個20歲的Sogo百科兼職售貨員 他最後上班的日期就是10月28日 由於他有兼職的關係 其實他也有去其他地方上班 據聞他也曾經在安定商場的東亞大藥房上班 暫時關於他的行蹤就曾經指到他在1月2日的時候去過大埔超級城 而在中招之後就懷疑自己不舒服就曾經看過中醫 那無源頭的個案固然是令人害怕 但初步確認自己中招的那個印庸就居住在大埔的尾身大廈 由於樓宇結構的關係 他所居住的地方就已經透過一些管道再惹了三個人 據聞這個原專家也有去到現場那裡作出視察 而且當原專家接受這個普通話訪問的時候 就表示自己的普通話水平實在是不夠 可不可以說回廣東話來有效表達 另外一個值得留意的就是 這次來自於這些中招者 其實大部分都是來自於空姐母親群組 現在空姐母親群組就已經發展到第五代 也成為了這次播病的主要源頭 為什麼成為了一個主要源頭呢 原來根據資料顯示 這個群組的一些中招者大部分是連一針苗苗都還沒打 也對比之前一些群組可能接種苗苗的percentage比較高 這樣的時間都是傳得比較慢一些和散得沒那麼開 所以事實就證明了 若然是沒有打苗的話 他的傳播速度是會來得比較快 就可以說俗稱到這些沒有打苗的中招者是比較毒的 看看郭泰空姐母親群組其中一條傳播鏈 這條已經發展了四代的鏈 竟然是每一個中招者之間都是沒有打苗的 看看這些人其實個個自己本身身體都很健康 沒什麼只不過是因為一些想法又或者一些政見的問題 所以選擇不打苗而已 那究竟這些沒有打苗的人中招之後 他病起來有多麼嚴重 傳開去的速度實質上又可以增加到多少呢 暫時是要有待觀察的 其實這些中招者在中招前都覺得自己應該不會中的 可能他們覺得哪有這麼幸運 更何況他們都不相信打了苗苗是一個預防的方法 回想起其他在這個世界上比較窮比較落後的國家 他們的民眾其實都很想打苗 不過由於自己的國家實力不足的關係 其實都可以說是一苗難求 但是在香港地這個苗多個人的地方 竟然都出現了一大堆人有苗都不去打的情況 其實都挺諷刺的 除了有人沒有苗打 有苗沒有人打去諷刺之外 大家記不記得 在這個病情開始的階段 也都是有人沒有罩戴 現在竟然有罩又沒有人戴 那這班是什麼人呢 這班就是泰國人 不是是國泰人 這班國泰人其實就是國泰裡面的一班職員 那不是普通的職員 他們就是國泰的機師 那國泰有個花名叫做欣航 那欣航這個名字怎麼來的呢 就是近年每一次報道國泰的消息的時候 媒體都會說國泰因管理不善 所以跌出全球排名三甲位置的國泰航空 這句話來到今時今日病情這麼嚴重的情況下 相信大部分香港市民都會認同 而這個欣航也沒有因為 搞了這麼多大頭罰而致力 最近就有人向媒體報料 就說到近日有很多的國泰機師 在接受這個飛機司機的培訓時候 竟然通通都不戴罩 作為一個開飛機的司機 人工就不同拿普通的交通工具 而且現在市面上我們沒有聽說罩的供應 是供應不足的 那就是說他們很有可能是故意不戴罩 所以那個報料人就很生氣 見到這樣的情況就一定要踢爆他 原來試完了 就其中一位參與那天訓練的國泰司機 就在自己的社交媒體上面 就分享了他當日培訓的情況 做機師就是很多人的夢想 也都經過很多電視劇電影的圈驗底下 就會被人一種錯覺 是會覺得駕駛飛機就優越過駕駛任何的交通工具 但是計我們說 其實無論你駕駛飛機也好 駕駛巴士又或者是地鐵也好 大家都是盛載市民安全到達目的地的這個任務 就沒有說誰是高級的誰是低級的 因為本身工作就不分高低級的 這樣才叫做人人平等 不過這個可能初入茅廬 即將會駕駛飛機的準機師 他又難掩自己興奮的心情 可能對於他來說 過了這個培訓就會即將成為正式的機師 所以真的開心到 要將那些培訓的景象 擺上自己的社交媒體 據那個人擺上社交媒體的相片 其實當日的機師訓練是有超過11名的機師參加的 而且除了拍大合照之餘 他們在培訓期間也沒有帶罩 自從被人舉報出來之後 那位在當日接受培訓 而且將自己培訓相片 上載到社交媒體的機師 現在已經怕到將他的社交媒體帳戶 就已經移除了 當然這件事就要向郭泰那邊問一問 看看是不是真的有這些情況出現過 同時也希望郭泰給個答覆我們香港市民 郭泰回覆到說 當日訓練的航班是由香港飛去香港的 機上沒有任何乘客 以及沒有機艙服務員 而機師也沒有接觸到任何外來的人員 而且他的機師全部都打了苗表 聽了這段話之後 郭泰想表示什麼 首先這班航班不是外國飛進來 而這班航班又不是正常的飛行航班 所以沒有任何乘客和機艙服務員 而且他說他們的機師全部都打了苗表 但是郭泰就算是這樣也不能說沒有戴罩 現在十多人不戴罩拍大合照 是斷正的 哪有得抵賴的 難道不是國際航班就沒有危險嗎 但是就著他們的機師沒有戴罩是有沒有違規 郭泰就不正面回應 就算你不正面回應 你起碼說一句對你的機師很失望也好 但是郭泰就這樣說 他就說他們的機師為了合照 所以短暫時間就脫下他們的罩 按他們行業的慣例 機師完全沒有跟任何機艙服務員 以及乘客接觸的情況之下 並不需要在機上佩戴罩 以便在緊急情況下即時戴上一些呼吸氧氣的罩 你不要那麼慌了 郭泰 其中有一張照片 其實整班機師為數有11個 即是一支足球隊 就站在飛機外面的停機坪那裡 來到沒有戴罩戴合照 這個時候如果有緊急狀況 也不是給你吸氧氣吧 你在室外何來有的氧氣罩級 難道在天上下降下來嗎 你就不要再說一些行業的慣例 本身飛機這件事發明了的時候 坐飛機也沒有說一定要按照某些慣例 要守某些規矩 但是整個飛機的進程 透過某一宗事件 或者久而久之 有一些規例就已經成為了行規 就好像幾二十年前 乘車也沒有規定乘客一定要拿安全帶 以前覺得沒有這個需要 或者沒有這個發明的時候 那就不需要戴 但是後來發現了不戴是會有危險的 戴了是會保護到大家的 所以規定一定要戴 所以在病情之前沒有病情 那就不用規定一定要戴罩 現在有病情 你就一定要戴罩 你不要說幾千年前 這麼好規定人家一定要穿衣服出街 不如你各泰機師穿底環拿飛機 其實葛泰這樣說 都沒有顧及到一個安全的問題 就算飛機裡面沒有機艙服務員 甚至乎沒有乘客 但是有些航空規則你也是要遵守的 況且你訓練的時候 都是模擬一班正常的航班飛行 一班正常的航班 就算你沒有接觸到機艙服務員和乘客 都有可能會感染到 因為同一架飛機 無論你在機頭的機艙裡面 還是在機中間或者機後面的機艙 其實你都是同一個空氣過濾系統 況且機師要入駕駛艙之前 跟所有乘客或者空中服務員 共用同一個飛機出入口 如果你這架飛機訓練之前 你飛過某些地方消毒得不夠徹底 你就一樣有可能患上感染的風險 所以這些問題現在被人找到出來 你就不要再死撐了 為什麼你們公司這兩年會出這麼多事 你應該檢討一下自己公司的管理系統 你管好你們的員工 就不用全香港都要陪你受負了 那究竟這些肆虐全球的肺病 整齊而復始以很多變形狀態再次推出的時候 世界什麼時候才能夠平復呢 但是說時遲那時快 在地中海一個國家 這個島國叫做塞浦路斯 就發現了有30個個案 是關於什麼呢 就是這隻最新的O級變形 跟之前那隻Dale級變形一起合體 變成了另一隻叫做Odel變形 那這隻Odel變形麻煩在什麼呢 就是他非常有不同的變化 可以有30種不同的變化 目前測到的案件有一半是在民間測到 有一半是已經中招的人測到的 那麼這個塞浦路斯進一步的消息 就會馬上跟公眾來交代 因為全世界現在在病情下 國與國之間在世界組織裡面已經有一個互通的協議 就是一有新的消息就馬上互通來分享這些新的資訊 但是原來美國的莫德納早就已經預測到有這樣的可能性 美國的莫德納在上個月就在說 注意他們當中有加換基因的現象 就是說可能會合體 合體就變成另一件事 現在合體變成另一件事的傳播程度 到底可以去到哪裡 還有他變了之後有多危 這件事又要進一步研究 總之無論如何都好 連美國那邊的莫德納都說 希望人家多打一鏡子 只要打一鏡子的時候 防護力就會增強很多 我們中國也之前暴露了 如果打齊三鏡子科興的話 對抵抗O級變形有妙不可言的功效 有超過94%的功效 我打了三鏡子 大家打了沒有 說回來香港這裡 畢竟我們香港這邊 由外防的輸入非常寬鬆 到真的有O級變形 進入了香港 經國泰基組人員進入香港之後 然後再經這個空姐傳給媽媽 媽媽走去跳舞 就變成了維園跳舞群 再廣傳開去就變成現在大大話話 在城市裡面有三至五個 這些知道或者不知道的傳播鏈 那這個星期剛剛是由7日晚上起 第一晚是六點之後吃肆不能有堂食 那這個星期剛剛是星期一 剛剛那個weekend就是第一次 在新的社交限制下的weekend 其問題是什麼呢? 其問題就是一到weekend的時候 我們香港有很多家庭都會出來消遣 和和朋友一聚都可以放鬆一下心情 這個現象其實在現在這個社交限制下 是不應該發生 因為這樣會嚴重傳播 誰知道可能是因為第一個星期的weekend 並沒有改變到這個情況 有大批外傭依然出來聚會 依然好像平時那樣坐滿了中環皇后廣場 柔政局總部下的行人隧道等等 他們依然打地鋪 歡飲歡聚歡唱歡食 沒有帶罩 也沒有人與人之間1.5的距離 人數也超過4個人 但是當局有沒有做事呢?沒有 當局發現他們在這裡派傳單 希望他們注意 之前都已經說得很清楚 你要人自我監察 這個世界不用有警察 人是不會自我注意的 人是需要監管和管理 才可以做到像中國那樣的動態清零 所以希望當局注意外傭出來歡聚的現象 可能僱主也會跟自己外傭說 說一下沒什麼必要就不要出去 隨時中招的話回來一家大小都中招 在商場食肆看到已經少了很多人 問到食肆說他日間的生意多少 他說跌了兩至三成 晚上當然不用說是零 因為沒有了夜市 商場也少了很多人 在維園一帶有兩個免費的測試站 位於音樂庭即是告示打到出入口 以及手球場輕發街出入口 讓有需要的人士去進行這個測試 如果自己覺得有點不妥的時候不妨測試一下是免費的 開放時間是10點 早上10點到晚上8點 再之後就是為大家報道哈薩克的最新情況 哈薩克現在平亂已經到尾聲 還有零星的狂徒還想出來支持的時候都被勒手平亂 所謂勒手就真的一出手他們就即時離去那種勒手 1月8日總統托加耶夫說到因為發生這樣的事情非常不幸 所以希望哈薩克今後1月9日都是全民的一個紀念日 去紀念這個事情的不幸者 現在戰後總計單在阿拉木圖來計算 分為六輪的攻勢 總共有2萬個狂徒 而2萬個狂徒裡面抓到的是4200人 4200人在他們的處所和他們的車上都分別找到他們自己是有真的炮 私有炮 真的蓮子 不同種類的工具和裝備 而在他們的處所還找到大量的卡賓炮 燒著玻璃瓶 警察的打狗棒 還有大量的防煙大面罩 這些裝備用來做什麼大家很清楚了 為什麼呢 大家都瞎瞎在目 一群黃絲狂徒都有這些裝備 只不過他們沒有真真正正的私有炮 不過好像都很清楚 其原因是因為我們的外防比較嚴謹 所以在外國的組織沒有那麼容易可以把一批一批的軍事工具 輸入給香港的狂徒 而且這個未必是他們的作戰目的 他們的作戰目的就是要香港的黃絲狂徒做炮灰 讓他們有一個很難看的畫面 他們才是他們正規的軍事力量才過來壓境 但是阿拉木圖的做法就不是這樣 因為大家都知道地理位置對他們獲得真真正正的工具和真炮是非常容易 而這4200個狂徒裡面就找到很多根本不是哈薩克的人 很多人都不是說哈薩克語是說外語是外國人身份 他們已經查到他們是收到報酬 而且他們在出戰之前每個人還有一些energy drink 這些化名能量飲品的東西 據說他們喝了之後全部都會失心風 失心進入這個極度慷奮的狀態 這件事想告訴大家其實2019年在香港也類似發生 很多人不知道就是很多人都是用非法開心藥來催化作用 令他們和我們的執法人員對著幹 鬧出了很多年輕的社會問題 而當時由2019年到2020年 非法開心藥的外來輸入和撲滅都攀升了很多很多 在這個事件前總理馬西莫夫也被抓了 就以這個背叛他們國家的罪名來抓 前總理馬西莫夫是做過兩屆總理 分別在2007年至2012年和2014年至2016年都是做過總理 現任的總統托卡耶夫就把他撕掉 把他從國安理事會的主席位置撕下來 還有抓了他 他現在正面對隨時10至15年的刑期 而為什麼抓他呢 好像這些事情一定是屢應外合而造成的 這個馬西莫夫一定是私通了外國一些搞事組織 引他們進到國家裡面搞事 所以才罵出這些事情 這些狂徒很明顯全部都是受過嚴格的訓練 有精密的計謀 有戰略的部署 托卡耶夫總統是不會跟他們談判 因為這個世界規矩就是不會跟客人分子談判 美國才在去年旗差一著 不小心跟加拿大那邊以人為交易的籌碼 來換回孟晚舟 讓我們孟晚舟可以成功回國 但是其實美加那邊出了一個很大的狀況 就是因為他們願意以人為交易來交換 這件事是嚴重地打擊美國的威信和他們的尺度 還有一些零星的狂徒 不知天高地厚就會出來搞事 例如南部的塔拉斯有六名狂徒 走出來想搞事的時候 就被人即暴即吐 即時離去 這些都已經不成氣候了 現在就在審問那些外國人 也不是說哈薩克與外國人的搞事收錢組織 他們究竟是隸屬哪個組織 但不難想像大家都知道這些組織是什麼組織 整個哈薩克今次的國內動亂都大量的NED身影 NED就是美國民主基金會 美國民主基金會正正透過旗下很多不同的組織 由不同的功能來培訓這個世界不同策動搞事的人腳 例如NED國際民主基金會 就透過旗下一個Branch叫NDI給了很多錢 就是給了很多錢支聯會和職工盟 另外還有IRI的Branch 就是訓練了很多那些年輕狂徒出來 先有黃之鋒那一班 後來還有那些什麼學生組織 什麼研學什麼施政的那些 全部都是想走黃之鋒的舊路 那就對了 既然你這麼想走黃之鋒的舊路 那現在他進去了 你們都被人拘捕了 要不就在那裡走路 走路去了德國 有些去了希臘舉旗舉牌被人撻 這些全部都是IRI組織那些民主學府教他們出來的 在這宗新聞我們看到的就是非常虧戰的戰略 我們新潮民在這些顏色動亂的事件 我們想分享的知識就走前很多步 就是大家知道什麼叫顏色動亂的時候 顏色動亂並非一個專業的軍事術語 專業的軍事術語就是當一個國家有顏色動亂 為什麼叫顏色 因為很多人看到就是一片顏色 又或者叫什麼花的動亂 什麼花動亂之前 例如說去到中東那邊又有春夏秋冬的動亂 其實都是用個名字 這些都是普羅大眾面對動亂的時候 或者氣氛潮流的icon 而來一個俗語的命名 正確來說這些叫做低密度的內亂 低密度內亂就是中了外國的非常虧戰量 什麼叫常規戰略呢 常規戰略就是真的打仗 海陸空三軍 非常虧戰就是這些 簡稱以前古時叫民鬥 就是必須由外國的文宣 意識形態滲透到一個國家 這個國家就成為了外國想入侵的目標 只不過不是用飛機大炮 是用意識形態入侵 先 荼毒和迷惑那裡的人民的思想之後 就製造反社會聲音 製造反社會聲音的時候 再滲透各行各業各個界別 公營機構和系統最重要的政體議會裡面的滲透 例如今次克薩克馬西莫夫就是裡面的政客 私通了外地來策動國內的政治翻天事件 相信如果他的行動成功了 他自己應該就做總統了 必須在這樣裏應外俠交換情報下 才可以成功做到一個一場漂亮的非常虧戰 國內的政治翻天動亂 那關於這些非常虧戰 其實去到蘇俄這種地方他們是最清楚的 因為他們以前是第一次經歷過的 這些事情是在美國和俄羅斯冷戰時期研究出來 來炒得罪行的 現在的對手是哈薩克 都不是直接和俄羅斯對著幹 那如果連北約都不敢出兵去哈薩克的時候 來解放這些4200個狂徒 說他們是民主鬥士 那就是說所謂的顏色動亂之後 令到外國出師有名可以三軍押警 這件事根本只是一個美妙的傳說 是說得出做不到的 也就是說西方勢力、北約組織 所謂的軍事壓力只能夠欺負一些軍事實力弱的國家 就不敢欺負一些軍事實力強的國家 連軍事實力強的國家的靈 哈薩克、俄羅斯的靈 都不敢貿貿然出兵 更何況烏克蘭 那現在哈薩克媒體裡面 國際媒體出了什麼聲音 跟我們香港很相似 就說這4200個狂徒不是搞事分子 是義士 他們是正義的 他們是可憐的學生等等 另外捉到那些派發搞事報仇的頭 的時候就說他根本沒有做過這樣的事 他只不過是一些名人 讓他們強行找了一些演員 來充當搞事分子的派錢 來去折扣整件事 抹黑整件事 這些事情就好像我們香港 在國安法成立之前 我們沒有確實的證據和調查 是調查支聯會、職工盟 收了外國民主基金錢的時候 很多人就說你都沒有證據 你有證據你就說而已 你有證據你就拿出來 誰人說這些話 那些什麼國際形勢專家 什麼什麼沈旭暉 他經常在鏡頭面前搓著一把聲 其實你都沒有證據 他們勾結外國勢力 沒有證據他們收過錢 你有證據你就拿出來 他們所做的事全部都是希望平衡社會的聲音 他不是說著聲音說這些話 這個人現在在哪裡 那這樣回香港 沒有一個人敢回香港 連一早在事情爆發之前 金門啟手的陳淑莊都已經走了 無聲無息之下 那找哈薩克來到香港做類比 就最能夠反映得到 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 在我們香港做過的一切 根本就跟政見無關 跟社會發聲無關 完完全全就是戰略 剛剛我也想帶多另一個新聞出來 讓大家多些證據去思考整件事 還有想想這件事 在我們香港最脆弱的時候 我們有什麼方法可以再 counter外國對我們的滲透呢 是不是只是靠強大的祖國軍事力量海陸空三軍就可以 但是現在說的是另一個戰場 說的是意識形態文宣的市場 說的是人心的戰場 這些叫非常虧戰的戰場 我們又有沒有足夠的軍備去應對呢 我可以跟大家說其實真的沒有 另外想為大家講到一宗新聞 就是關於立場新聞 更加了解外國對我們中國的攻勢 對我們香港的攻勢 立場新聞在英國有一個分社 這個分社位於大波特蘭街 這個大波特蘭街是什麼街呢 就是一條媒體大街 裡面有很多不同的媒體公司都在裡面 英國最有名的BBC都在裡面 上面還有歐洲的discovery台 還有音樂台都在上面 隨著香港立場新聞的倒閉 英國分社的唯一董事 那位年輕人楊天稅 都宣布他們準備接賣了 然後做些善後解散的工作會進行 他們英國的分社也跟大家說停運 立場新聞的分社為何故意設立一個好地方呢 就絕對是有缺乏的 位於波特蘭大街的167至169號 離遠你是不會知道它在哪裡 因為沒有窗口沒有水牌 門口有個密碼鎖 完完全全 你是不知道裡面搞了什麼 但是它旁邊貼著大廈的四樓是什麼組織呢 是一個歐洲的反華外交智庫組織 這個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 類似美國那些民主基金會 都是屬於歐洲的一些以民主之名 來對其他國家進行攻勢的研究組織 好像這些什麼研究會 基金會什麼智庫 他們全部都分別在過去20年間 給資聯會職工盟李卓人他們 李卓人進去坐之前 新聞就已經揭露了 這麼多年來 他收起來來自世界各地的捐款 以民主發展協助之名 收起來有超過2億的捐款 好像這些反華的外交智庫 是一些戰略組織來的 就是民鬥的戰略組織 戰略研究大家明白嗎 在西方世界無論真的軍事 海浪空三軍 有真的軍事智庫組織 民鬥有民鬥的智庫組織 無論民鬥也好 武鬥也好 全部都是集結社會上各個精英和專家 一起研究如何去對外擴張 或者增加自己的影響力 所以所謂民主旗號 維護世界的權益 平權這些都只是一個旗號 千古不變的定律就是 全世界都純粹在擴張自己的力量 而單論這個黏著立場新聞 英國分社的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 它在歐洲不同的國家主要城市 例如倫敦、柏林、馬德里、巴黎、羅馬 這些地方都設有分社 每年收到的捐款可以是多達七八千萬港元至成億港元 而它的捐款來自哪裡 來自歐洲各國的政府 來自日本政府 來自最喜歡在世界各地製造危機的索羅斯 索羅斯還有一個特別的基金 叫做開放社會基金 其實世人稱它為動亂基金 那收這些國家的錢和動亂基金的錢為的是什麼 就是把民主旗號、人權旗號這些軍事化 軍事化用來做什麼 攻城掠地 再說一說 立場新聞除了楊天穗這個扯線公仔之外 其實還有一個海外董事 這個海外董事是一位鬼佬叫方麗倫 這個方麗倫身份大有來頭 他隸屬英國一個外交國防政策致富 就是另一個民鬥致富 他是裡面三位副研究員之一 這個外交國防政策致富名字叫做亨利職信協會 亨利職信協會這個名字是怎麼來的 就不是英國人 反而是一個美國人 亨利職信是一個美國人 他參過軍 打過二戰之後的美俄冷戰 這個人很討論蘇聯 這個人很討論任何代表共產主義的一切 這個亨利職信研究會裡面有大量的學生一起去成立 一起在裡面搞盡老汁來想針對中俄的一切戰略 出名是一個極有的智庫組織 而這些智庫組織 但凡這個世界有看中國不順眼的國家或者政客 或者什麼企業與金融的大鱷 他們都可以給這些智庫組織 讓他們想一些戰略出來 搞亂別人的國家當然是中國來逃離的 所以說到這裡 立場新聞背後到底是搞了什麼 有什麼來頭 是不是單單純純大家看到立場新聞裡面有一堆董事 以前在香港都做過學者做過媒體工作 甚至從個證書 是不是這麼簡單 當你一研究英國分社的來龍去脈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其實所有這些無論之前蘋果也好 現在立場也好 全部都是外國對我們香港發動的文宣戰 所有這些都是軍事化 所有這些都是戰略攻勢 就是完全跟社會民生無關 跟政見如何搞好一個政府 為及民生 如何令到政制政策推行得更加暢順 跟一個地方城市和國家長遠的經濟利益 根本完全無關 所有東西都是野心 更加跟任何民怨樓價太高買不到樓 生活太逼人 經濟不好 這些東西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當市民被不靈不默 因為生活上面的衣食住行困難 經濟困難 上不了車困難 這些東西的民怨被煽動出來 而變成了外國的棋子炮灰被煽動出來 來到反社會的時候 真的想想自己在做什麼 你只不過是落入了別人一個圈套 別人所做的任何事情 是沒有想過搞好你的民生和經濟 別人就想著施展它對外的影響力 而所謂的對外戰略也不用多說了 根本全世界都在針對中國 所有西方國家 無論是英 美 歐洲 都有大量的這些支付組織 去研究怎樣用文宣攻勢 意識形態攻勢 以及情報人員滲透各行各業各界面的攻勢 來針對中國 這些組織成千上萬 如天上繁星那麼多 但可能對香港的觀眾 大家還未能夠理解 這些都是一場軍事 都是一場戰役 大家可能還未能夠理解 可能大家的思想還是停留在 開波戰士就是海陸空三軍飛機大炮 我再簡單說大家就會明白 一般我們的戰士就有海陸空三軍飛機大炮 這些就叫武鬥 另外這個世界就有民鬥 民鬥主要是迷惑人心 將國家由內引發民怨 讓他們反起自己國家 由內到外爆發 這個叫民鬥 民鬥也有海陸空三軍 但不是飛機大炮 就是外交國防和情報組織 大家的思想還是停留在任何戰士的這些東西 都是和國家有關 是官方組織來的 但其實不是 西方世界戰士開波就是一門生意 也是一塊肥豬肉 是一個行業 在西方世界除了官方有海陸空三軍 除了官方有國防外交和情報組織之外 其實民間也有大量的半官方和民間組織 這些就是我們經常聽到的白水組織 這些叫半官方組織 因為跟官方有太多千絲萬縷緊密的聯繫 也有白水組織外發給民間 請民間高手來做的民間組織 就是在這些智庫裡面 如果在民鬥戰線 即是所謂的非常規戰線來計算的話 外交國防和情報組織 民間那邊就有什麼研究會 什麼基金會什麼智庫這些組織 西方世界 英美歐洲有成千上萬的學者和專家 而他們的存在唯一的目的就是打中國 這樣說大家明白了 但是可以告訴大家 我們中國我們香港 在面對西方的民鬥攻勢非常規攻勢 所以我們完全沒有任何東西去 counter他們 我們祖國有強大的軍事 有海陸空三軍 又有航母 戰機又厲害 飛彈又出名了 但是在非常規戰 即是如果外國要在我們地方搞顏色動亂 我們在這方面的戰線是沒有任何組織和力量去反他們 所以如今我們國家急起直追在強大的軍事實力之後 需要發展的就是這些心理戰場 意識形態文化的對內防衛和輸出 今天我們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臨結束之前請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和我們的Facebook專頁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拜拜